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他对各类疑难杂症的读到见解 那汤教授呢刚刚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 您提到了您创办的中医学院 那么我们现在呢 中医药呢已经被广泛的认识和接纳了 现在呢也是需要更多的新鲜的血液加入到其中 可以更广泛的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民学校的国外的学生多吗 西方的学生多吗 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继续的去更好地推广中医药文化呢 是的 我们学校外国学生在80%以上 非常多 非常多的 那怎么去信任他们呢 目前的我们的外国学生呢 大部分是通过原来毕业的学生推荐的 也有呢 就是特别是病人看病看好了以后呢 他自己来学中医或者让他的孩子们来学的这种挺多 接下来怎么去信任更多的外国同学来学习呢 我现在想的一个项目是希望写作和出版更多的这个中医的科普的书 读解让他们公众呢都去了解这个中医 治病的神奇疗效 从而呢吸引他们来学习中医 是的 相信更多人了解中医的文化之后呢 一定也会被其吸引 吸引到更多人来参与其中 那我知道呢 您呢在临床方面呢有非常多的经验 那在新冠疫情期间呢 您也非常的忙碌 您是一直在研究用中医药来治疗新冠重症的方法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是的 自从疫情以来 我们一直跟随着这个疫情的变化 不断的串列治疗新冠 轻疹新冠 新冠疑似症等的一系列的治疗方案 到后来呢 有很多新冠重症 因为有的病人他自己不肯去医院 还有的病人呢因为叫救护车 叫了迟死救护车不来 或者另外他不达到救护车 救救的这个发派救护车的标准 所以呢这个病人呢就成了一个重症 所谓重症呢就是高烧39度5以上 持续3天到4天以上不对 同时寒暂不断的发抖 就寒暂与高烧持续不退 到后来呢 绳子就要出现绳子昏迷的这样的状态 就很紧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终于呢 也不能放弃去帮助病人 所以呢看到他高烧 一般的理解是赶紧去退烧药 但是他去退烧药 烧退不下来 同时又寒颤 这又进到寒颤了 我们终于就不难理解 这是由于外感的风寒湿 就是玉璃之气来输入困住 我们肌表的这里不能发汗 所以里边的热呢也退不下来 这样的情况呢 我呢 当机立断就认为就是说 有一分风寒湿就要用一分新温灶的药 有五分风寒湿就要用五分新温灶 这样的中药来治疗 那典型的代表方就是 张中锦三寒冷当中的麻黄汤 来发汗截表 如果汗错则烧就退下来了 但是烧退下来以后呢 不能就是中病即止 就是好了就不用继续再服 一般我就给麻黄汤一致 它就汗错热退寒散也消除 如果继续都用 那也会过于的省餐甚至 是的 您的这个治疗方法呢 当时也是帮助到了很多 饱受痛苦的病患 那么现在呢 因为新冠过去之后呢 很多病人呢 发现自己呢 也有许多后遗的后遗症 也是饱受折磨 那在这方面 您也做了研究是吗 是的 新冠疫情以后 又面对好多病人啊 被这个新冠后遗症困扰 各种各样的症状 老污啊 极度疲劳法律啊 情绪优越啊 甚至有的人性格都改变啊 等等等等 这样的那些症状 这个面对这样的 处中复杂的新冠后遗症的症状 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 都是临床上一个新的课题 是的 我呢 真是当时义不能卖 那是病人的病例啊 在到处每个 我家里每个角落都有 病人的这个病例啊 随时电话问啊 把他写下来 所以怎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呢 我就根据中医理论的五行学说 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所以认为呢 就是我们武装之间的关系 这个新冠后遗症 不仅是从肺治疗 我们要跟治疗跟肺相关的 各个状态 比如脾肝心肾 都有相关的一些症状 所以通过这个 新冠肺脾肺肾 幕后土精水 这样的五行的相生相克 和深刻沉浮之间的关系 而确立中医的治疗方案 从而选方用药取血 是的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其实中医是讲究一个整体的疗法 所以说它跟西医 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也可以达到很多西医达不到的效果 像您在英国 在欧洲的为本地人治疗 您就会考虑到很多 当地人的他的身体的状态 他的环境的一些影响 是吗 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您这方面的研究 对 在这个英国这个中医临床上 我发现了好多现代的西方人的肠肌病 都发病 在我们中医的古节书籍上是没有记载的 比如说他们觉得非常困扰的一种叫花粉病 每当春季或夏天的时候 天气温暖 花粉飘越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痛苦 就会别是打喷嚏 只这个喷嚏不断 同时会扮演木齿红肿 咦后疼痛头痛等等 各种这样的症状 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那针对这个呢 首先呢 我是把它从这个温病学的方案来治疗 是属于温病学从记载的 风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如果有照办原方 银桥上上军营呢 力度还不够 所以我就会在这基础上加上 在银桥上的基础上 加上防风 信仪花等 这样子呢 更好地起到舒风切乐 宣通比较 来治疗花粉病的一系列准兆 效果非常好 所以说一剂药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疗效 才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像您精心配置的这些药方呢 就在英国和欧洲的广为被运用 那么我知道其实除了 像您刚刚提到的花粉病 新冠还有很多其他疾病之外 您还是治疗不孕症的专家 这方面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中药治疗不孕症 相比于说西医的方法 有哪些优势吗 对中医治疗不一定 也是可以一个整体的 通过补肾禁皮疏肝为主要原则 来补育气血 来首先调整预精的周期 同时呢可以补充 就提高卵子的质量等方面来治疗 不仅呢可以帮助患者自然的受益 而且能够帮助那些患者通过人工受精 RVF多次失败以后很难成功的 我们可以用中药针灸帮助它提高能够受热管受精的这样的一个成功力 是的 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遇到一些困难的疾病无法解决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试一试中医方法 说不定也是会有另外一个角度更好的解决问题 那么在未来您还有哪些目标 还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哪些方面的努力 可以更好的传播我们中医药文化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未来的话我就希望能够更加着力于中医海外高等学历教育 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是培养海外更多的中医药高级人才 高等学历的人才 使他们与我们一起共同的从更高更广的角度 去推广弘扬我们的中医药文化 从而为人类健康的共同体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也谢谢您多年来为治疗病患 为传播中医药文化做出的贡献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